我知道所有的时光都会老去 就像春天的花朵 可美丽的情感不会老去 因为它拥有太多的故事 要不断地说下去 我是洪阳 谢谢你收听洪阳听案 有一部不朽的爱情电影叫《混沌蓝桥》 看过那部电影的人都不会忘掉那一幕 一辆马车在滑铁炉桥上狂奔 人们慌乱地跑着 年轻的上尉Roy一把抓住芭蕾舞女演员Mira 躲过了飞奔的马车 他俩四目相对 一见钟情坠入了爱河 我想 每个渴望争执爱情的人 都希望能有一场美好的邂逅 可遗憾的是 往往美好的邂逅 打斗在电影里 在《混沌蓝桥》的《七美音乐》里 很多很多年前 我去德国上大学的时候 也就二十刚刚出头 年轻幼稚地 常用怀疑的眼光 看待很多事情 不相信有长久的爱情 尤其是不相信有一见钟情 这种完全凭感觉 玄之又玄的事情 互相都不了解的两个人 怎么可能碰撞出火花 并牵手一辈子呢 后来 我在德国电视节目里 看到了一个访谈节目 就叫《一见钟情》 节目请来了三对 白发苍苍的老夫妻 讲述他们 一见钟情的故事 今天回想起来 很多细节 我已经都忘了 但是 这三对都是在偶遇 头五分钟爱上了对方 这我一直没有忘记 在爱情世界里 除了有一见钟情 还有就是日久生情 很多人认为 只有日久生情 才是真正的感情 其实 日久生情很大程度上 都只是习惯而已 而真正的爱情 完全就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明明在人群之中 不只有他 可你却只看见了他 也只有他 世上一见钟情的事情 其实是少之又少 几分钟的一见钟情 然后就牵手一辈子 更是稀少得如同重彩票 直到有一天 我在德国认识了一对老夫妇 知道了他俩一见钟情的故事 这才真真正正亲眼看到了 原来 一见钟情 不只是传说 尽管稀少 但它是上苍赐予人们的一种美好际遇 也只能是可遇 而不可求 伯克老夫妇 是我在德国留学时认识的 那时他俩刚从中国旅游回来 还久久沉浸在对中国的美好回忆中 他俩是一对善良 和蔼可亲 热爱中国文化的人 他俩没有孩子 就一直把我当成他们的女儿 周末的时候 他俩常常请我去他们家 下午茶总是必备的 一进家门 就会看见茶几上琳琅满目 伯克先生点上蜡烛 并点燃茶壶下的小蜡烛 为我温热着绿茶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喝咖啡 那刻 我心头升起的温热 比烛火还要暖 点缀着樱桃的奶酪蛋糕 是我的最爱 他俩每次都事先为我买好 喝下一杯绿茶 吃下一块蛋糕 伯克先生就会为我和他太太 倒上一小杯雪梨酒 他自己则喝着英国的威士忌 吃完了下午茶 已经饱得不行 然后就是丰盛的晚饭 当然主要是吃西餐 想吃中国饭的时候 他俩就会请我去他们家附近的 一家小中餐馆 那是越南华侨开的中餐馆 味道对我来说极其糟糕 要是这样的手艺开在中国 早就倒闭了 但是伯克夫妇俩却很喜欢 那是他俩心中的中餐 也是他俩心中的中国 所以我从来都不说那家餐馆的 中国菜烧得不好 离他家不远的地方 他们买有一个农家小院落 里面种植鲜花 一些蔬菜和果树 一到春夏秋的季节 我们就去那个小院子里 坐在木屋前的露台上 吃着新鲜的凉拌生菜 和刚摘下的水果 他俩种的里子又大又甜 每年都是大丰收 我每次走的时候 都要带上满满的一袋回学校 伯克太太还把里子做成果酱 装在瓶子里让我带回学校 够我吃上一阵子的 伯克太太是德国人 伯克先生却是英国人 他俩相识在柏林 那个时候 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 那是一个飞花的季节 尽管柏林被盟军的飞机 轰炸的一片残垣断壁 到处都是废墟 久违的阳光 透过布满尘土的玻璃顶 照进了柏林火车站 长长的站台上 身穿一件白底小兰花铃衣裙 头戴一顶白色帽子的伯克太太 当时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单身姑娘 有着迷人的笑容和甜甜的小酒窝 柏林的铁路刚刚恢复运行没多久 火车经常晚点 伯克太太来回在站台独步 当她走到火车时刻表牌子前 年轻单身的伯克先生正好回过身 向路过的他询问时刻表上的信息 就在那一瞬间 伯克先生的目光被这美丽的德国姑娘深深吸引着 他一眼认定他就是他的梦中情人 他要牵起他的手 伯克先生对这美丽的德国姑娘说 他来自英国曼切斯特 高中刚毕业没多久 他的叔叔随英军驻扎柏林 他来柏林旅游顺便看望叔叔 他的旅行结束了 现在就坐火车离开柏林 德国姑娘对英国小伙说 他也高中刚毕业没多久 正到处找工作 不过站后的柏林 工作还不是太好找 他俩仅仅有着15分钟的时间交谈 因为伯克先生的火车 15分钟后就要进站了 他快速地写下自己在英国的地址 在跳上火车前的那一瞬间 塞进了他的手里 再后来他成了他的新娘 我是在他俩结婚纪念日里 看到了那张发了黄的小纸条 它夹在一个漂亮的小本子里 我问伯克先生 你当时用多长时间爱上了你的太太 不到五分钟 对 不到五分钟 因为火车就要开了 当火车离去的时候 我紧贴着车窗 对着站台上的他不停地招手 并不断做出写信的手势 那一刻 我很舍不得离开他 我一定要娶他 哪怕他是德国人 我也不在乎 我一定能说服我父母 让他们同意我娶这个德国姑娘 他不是纳粹 柏林火车站邂逅相遇的一年后 伯克太太嫁到了英国 小两口租住在一幢居民小楼的四楼 伯克先生是英国皇家卫队的卫兵 常随英女王出巡在外 那时 二战刚刚结束没多久 英国人对德国人非常痛恨 整栋楼里的英国人 没有一个搭理伯克太太 有时他上下楼 有的英国人在他身后 骂他是纳粹德国佬 或对他白眼蔑视 一个人估计在家的时候 他度日如年 与伯克先生团聚的时光 成了他的期盼 只要一有假期 哪怕是短短的半天 伯克先生一定会朝家奔来 只要一听到木楼梯 传来咚咚咚狂奔的上楼声 他就知道 那一定是他热情如火的丈夫 为了打发一个人在家的时光 伯克太太开始每天 擦着公寓楼里的木楼梯 从四楼擦到一楼 再从一楼擦到四楼 天天如此 把木楼梯擦得正亮 他勤快和包容地微笑 终于赢得了楼里英国邻居们 友好的问候和善意的一笑 仇恨和敌意逐渐消除 后来 伯克太太到伦敦的红十字会当义工 照顾二战的英国伤病军人 60年代 德国的经济开始起飞 就业市场蓬勃兴旺 伯克先生从英国皇家卫队退役后 他俩来到了德国 两人双双就职于一家大企业 伯克太太是公司的秘书 伯克先生从事文字翻译工作 我认识他俩的时候 他俩刚刚退休 也刚刚从中国旅游归来 对中国的美好印象 写完脸上 记得有一天 我到他家所在的火车站时 他俩去站台接我 那天下着大雨 一下火车 就看见伯克先生一手撑着伞 为太太遮挡飘进来的雨 伯克太太怀里抱着一把伞 那是专为我准备的 风雨中 老伯克先生的身子还是那么挺直 我知道他的腰不能弯曲 弯曲一点就会疼痛 因为他年轻时 曾是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 常年马上训练 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看着老两口 在风雨的站台上 搀扶着等候着我 我脑海里浮现出 他俩年轻时在柏林火车站 补照的合影 曾经的帅哥靓女青春朝气 笑颜如霞般灿烂 轻飘飘的时光就这么溜走 但在柏林火车站的一见钟情 却让他俩牵了一辈子的手 如果有一天 我相信了一见钟情 一定就是因为你 我是红阳 谢谢你的收听 也谢谢你订阅 我在喜马拉雅 其他专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